請問一下 那個騎單 我騎單 我騎單 然後我講講 我講大姐 我們在那邊有個小桌子 在那坐著 長得還真行 長得還真不算是醜 就是不是那種帥帥的那種感覺 你是退休了嗎 退休了 我那個房子財產退休了 我們通常是 一般的單位都是這樣 都是黃了以後 自己叫社保 那你是家住在這附近嗎 對 哪家家難住 我兒子家都是住 我跟我兒子在一起住 幾個孩子 一個 那你的歲數很大了吧 我孫女兒十三 孫女兒九歲 大學十三了 結婚也挺早 心裡頭沒有那種感覺 不動的 就是串著 就是串著 就是串著我不是喜歡 對 我對我不行 她那個酷的 看樣能有二十多年以前的酷的 你要問她 她可能也對我沒有好感 這都很正常 你要是細看這人還行 還不錯 我可以改造她 我二十歲 你是覺得 你覺得怕大姐會挑一條件 還是真的不喜歡那個人 我根本就沒問她的條件 我也沒問她 掙多少錢掙 可以說是 就是在那個電梯裡面 第一眼 我就覺得不行 我現在的工資 也算夠的話 所以說就不太在意這個工夫方面 對 單獨了解的過程中 這個齊大哥又是一盆冷水澆在了紅娘頭上 她又覺得這蔣大姐沒演員 但是紅娘覺知 這倆還應該繼續溝通溝通 沒準齊大哥就能發現蔣大姐的好了 因為首先蔣大姐對齊大哥的印象並不壞 再一個齊大哥面對蔣大姐也相對愛聊天了 並且還主動提出了一起逛逛商場 再走一走看一看就行 行啊 走一走看一走 就溜了溜了 行 這眼鏡吃香的四台店 幾個那兒更呢 你看大姐多體諒人 她們這麼年輕 你就讓她們辛苦點 對 走過那裡溜了溜了 全部都是各種補習版 以上 走得緊湊一點 這都很厲害了 咋去一點 撒一撒一撒一撒 那邊倒是宰是好的 一共三個倒 要說啊這個商場其實不小 賣啥的都有 兩人逛著逛著就不怨而同地走到了書攤面前 孫子兵法 你知道36G第一季是什麼嗎 這個問大哥 大哥 大哥 大姐說 知不知道36G第一季 是啥第一季啊 第一季是啥 第一季是啥 不知道 我猜 我猜一下 大哥你猜 你先猜 你猜一下 猜不成 第一季是瞞天過海 第一季是瞞天過海 古人誰跑的這塊 曹曹 曹曹啊 對 你問我呀 你問大神 聽不聽 大哥聽不聽 大哥 你再說我腦筋 幾轉彎大家 我腦筋不轉彎 轉一下 大家你再出一個 人家都說不轉彎的 哪有一個 哈哈哈哈 不轉彎就是實在 實惠 對